接下来可能是个坏消息 因为想喝台湾的咖啡 恐怕得有涨价的心理准备 像是谷坑的台湾咖啡的产地 这两年呢 是接连受到了虫害的攻击 产量可能会减少两成 所以收购价钱 应声喊涨 国内咖啡许多产地 去年传出受到咖啡 国小度的虫害影响 损失惨重 今年国小度虫害继续蔓延 云林县谷坑咖啡产地 都分传受到虫害 还活着 看哦 我们先把对半剖开 对不对 它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虫害在动 这就是我们讲的国小度 还在爬耶 对啊 所以它一只 它这只是母的 母的它会在里面的话 大概就是会下蛋 咖啡农任意采下一颗果实 都可以发现果小度的踪影 果农预计年底咖啡果实收成 恐将减产两成 我们是降低了大概两成左右的一个豆子 比如说我们大概有一点几公顿的咖啡豆 那我们大概可能会损失两三百公斤 那是必须要把它放弃掉的 连续两年都减产 生豆咖啡产地的收购价 目前已经寒涨 如果以这种数量 如果以这种数量的话 其实应该会稍微再调长一下 大概在一层左右 那你说损失的 可能有的真的损失的 它大概会有两层 咖啡果小度的防治 要两年的时间才能看出成效 谷坑乡公所呼吁果农要小心防治 或者虫害恐怕会更加严重 雷报钱亚铃云林报道